现在的话是我们四强晋级赛的第一场 蓝色方即是养猫人红色方小远 哎呦我这边是小远 红色方小远选到了Mr.2巴奇和威威 双方第一回合是由Mr.2对阵到导航远奈美 这个真的是伙伴之间的克制 导航远奈美真的很克制Mr.2 Mr.2没有霸体 虽然他的出镜技能非常多 但是根本碰不到 导航远奈美就特别克制那种 凸脸型的伙伴 但是雷云扔出去了 这边没有雷云了 吃掉了 那小远这边要起手打一套了 看一下这边路飞要不要给 这个给应该不太想给的 因为这个给就是白送 因为根本中不了 对很难中 换前妖精放出来 雷云又往前步了 这个雷云的位置再吸回来 雷云吃掉了 看一下爆了天舞 最后一段没舞到 最后一段踢到了 二打路飞 中了 同时交了这个友情技 但是小远这边友情技 是在这回合是释放不了了 他的容索可能会有点低 是的 但是杨猫人这边的血量 是处于一个劣势 来雷云命中 后续评给跟上 那血量应该能追回来一点 是的 还有最后的35秒钟 这一波伤害没有打满 打了一个5位 因为自己是没有一个闪身了 如果评给失误的话 后续伤害有点跟不上 也没有紧了 爆了天鹅又中了 还有最后25秒 这血量有点跟不上了呀 有爆了天鹅 看一下用不用 给路飞 直接爆了天鹅 直接被挡 还有最后15秒 一丝血 这个拖时间就可以了 就行了 因为本身 党位奈美的一个进攻性 没有那么强 没错 开跑器 开始跑 布雷云卡点位置 换钱腰筋继续卡 拉回来 吸回来 哎呦 退无可退 但是只有三秒钟了 时间不够了 打一点算一点 来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回合 米瑟兔兔对军到贝拉密 那其实米瑟兔打贝拉密没有那么好的 因为他全是霸体对霸体比较多 弹红狙击顶掉第一段的暴力天鹅 第二段 第三段看怎么去放 哎呦 命中了这么远吗 小远果然远 给盖斯杀之躲开人要冲刺继续拖 这边贝拉密先是吃了一套 杨猫人站起身来 是站在原地不动啊 杨猫人的网络应该是出现了一点波动 看到了啊 看到那个杨猫人的这个右边的网络 是出现了一些的波动 没错 看一下要怎么是继续呢 还是说会选择一个重散 哎哎 哎好了 那这边的网络是恢复了正常 是的 还好其实影响没有很大 因为只有几秒钟 对因为小远第一时间是停了 没有打 是的 没错一个二技能抓取抓到了 没错 回来以后 想想是非常的勇猛 哦 这边是淘宝追击 顶掉了对方的一个友情期 而且伤害还是打满了的 是的 哎呦 有点失误了 有点失误 一个横扫 再贴 暴雷天鹅 这边要重视命中 后一个被抓了一个后摇 闪生躲开了对方的友情期 但连招有点跟不上 还保持 暴雷天鹅 我再次命中 抓了一个暴雷的后摇 感觉时间还来得及 20秒 暴雷天鹅 暴雷天鹅 给上 硬打伤害 这边雪梁应该能追回来 雪梁上目前还差一点点 有些优势 只有10秒钟 看要进攻还是好 开爆气 探望狙击 找你位置 没有冲到 这个睫毛也是被闪生躲过 二截的抓 十秒钟 停 停 那这样的话 时间到了 那也是 再一次拿下了对方的一个贝拉密 没错 进入到第三回合 卡虎对阵到密瑟兔 嗯 看双方怎么起手 哎呦 六十七被打断了 人要冲刺继续连 给一个布鲁克 哎呦 晕到了 晕到了那可以反打 那这一个小远的第一个伙伴 旋转鲜科 直接带走小远的第一个伙伴 进入到双方的第四个回合 卡虎对阵到巴奇 建名给上 卡个位置 哎呦这一个闪生是闪了 到了巴奇的脸上 卡到了一个死角 没错 看这个布鲁克要不选择去给 这个如果说交了布鲁克的话 自己没有完完全没有反制的手段了 是的 只能拼 小车哎呦 平被打断了车 车被打散架了 给个杀不杀人回 但是这个位置还能继续连 打出连接保护 杀不杀人回应该要结束了 给阶名 继续卡一个位置 没有卡到 这一波 杨帮人很聪明 60T也是没有命中 还有最后的55秒钟 杨帮人血量处于一个劣势 哎呦 平A洗手 抓了一个闪生的后摇 旋转器一个打伤害 这边是有一个长颈鹿的 看一遍去变 没有变 是打一套伤害啊 这边血量处于略微的一个优势 再次给肩饼 交了一个一段闪生 开爆气 变长颈鹿 有点白给呀 小说开过来 闪生躲过 哎呦60T很稳 杀本向中奎 压路鸡直接顶掉了对方的有行机 但是被杀本向中奎 困在中间 动不坦不择 给肩饼 直接一个肩饼 霍鲁克 霍鲁克交出来 已经没有容错了 杨帮人这边如果再被打到 会被直接带走 巴基是有一个马戏团的 闪生过来平A洗手 暴戏A的很快 A不过 压路鸡 再给一个追加 伤害很高 直接带走小远的第二个伙伴 来到了最中站 卡古对阵到一个威威 先喷香水 恐惧开瓶要不要给 哎呦 哎呀 小碗黑鸭 硬打雪亮 知道你是最后一个人 而且没有友情技 直接打 小鸭子 拱过来 伤害不够 一丝血 还是一个血皮 杨帮人这边能不能创造 昨天的奇迹 很难很难很难 也是让我们恭喜小远 拿下BO3比赛的第一局 一局的一个池子的一个选择上 没有这个双S级的伙伴 我看一下这场 小奈美放出来了 哎 哎因为这边有一个 鲁兹对阵到威威 鲁兹打威威其实并不占有优势 因为鲁兹的这个平A的距离没有威威长 有点难打 其实鲁兹后摇有点大 主要是看如果威威孔雀开平先手的话 能不能用 哎呦 平A起手的 肯定平A很快啊 是的 因为知道你的相手快要消失了 卡那个自由的后摇 抓你一个有香水的心理啊 稳定的一个3A打致保护 孔雀开平闪身躲开 并没有选择用他的狩猎时刻去硬挡 反应很快 再去普香水 香水要消失了 要把闪身上去A 闪身过来 想A A不过呀 手还是长了一寸 闪身再躲到对方的有行迹 当你的闪身第一个平A被对手预判到了 闪身躲掉 回头对方闪身 对方闪身A你 你是完全拼不过的 没错 孔雀开平也被闪身躲过 闪身过来 还想A 两段闪身 自己是没有闪身的 对方是有一个 孔雀有情记的 看下来要不要去放 孔雀这边是不急啊 被打入了一个半血了 还有最后的35秒 铺一个香水 往前压孔雀开平要不要开 嗯 暴戏过来 平A洗手 直接平A洗手 甩鞭子 平开平 但是撞到了对方的有行迹之上 没错 双方血量 还是小远处于一个优势啊 20秒 嗯 小远赶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变过身啊 不香水 闪身平 想平不过 平不过 有一个黑压 哎 还有10秒钟 感觉这血量危险了 是的 应该是没有办法了 打一个慢A 还有最后的5秒 过时间 铺香水 站在香水里面 不让你打 没有办法了 孔雀开平 换一个位置 时间到了 是的 也是让我们进入到双方 第二回合轻质对阵到威威 冰球 冰球 躲过 不香水 冰毛抓了一个喷香水的后摇 直接给爆水嘴 命中了 要走过来A了呀 伤害加深 很痛 莫莉亚 莫莉亚给到了 沙不香水会也交出来 放起来 但是把威威吸回来了呀 血量的残能不能吸死 最后一下 一个冰球直接收尾 他是拿沙不香水会 进行一个打伤害啊 是的 来进入到双方第三回合 科洛对阵到轻质 我感觉给冰球 闪针躲过 持手很快 靠反应来跟你打 抓了一波冰球的一个后扬 没错 一个稳定的3A 加上一个激动剂 开不声部 站起来 冰毛预判一下 没有命中 冰球 哎呦 又闪生躲过了 闪生躲过了 直接突破 太快了 这个普攻 看一下这边的 沙不香水会怎么给 有一个少死 直接交 这要不交的话要没了呀 沙不香水会拉回来 还有一丝血 哎呦 最后血皮保护了 开不声部 但是被一个沙不香水会给打断了 冰球又被闪生躲过 是的 这个剧情太像了 哇 有点笨重 讲道路 开不声部 龙马 打龙马 龙马也是跑跑之王 哎呀 这个闪生 a 躲不过呀 太稳了 但是 哎 没人 这东西 实际上有失误 被龙马抓到机会 没错 一技能突四 接着一套连凯 给上一个 躲掉 躲掉 二只能预判一下没有命中 开不声部 哦 哎哦 预判到了 这一个反应 有第一次没有第二次了 知道你要隐身过来闪生 a我 是的稳定的三 a 嗯 打出联系保护 杨猫人血量掉的有点多 还有最后五十秒 但是杨猫人他也不着急啊 他有一个in-lame 好 底 继续开不声部 没冲到没冲到 随身拉开 开跑再冲再冲 抓你一个最后现身的时间 给mr1 没有赌过 开霸体 直接在小 直接一高 继续连 李波能带走吗 看一看 带走了 丝滑的连招啊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对于小姐来说 他要用一个 半血多一点的龙马 去打一个小奶妹啊 嗯 哎 开局就几手抓到机会 那这样的话 两边的一个局势是持平了 是的 不给你一个连招的机会 有心记直接交 这边龙马还是有两个有心记的 二只能骑友都撞了 好准 这个剑7 接着砍 打出了眼睛保护 小远已经是占有优势了 是的 但你要么 哎 又是冲了 中到了 继续砍 开局的压制压得很凶啊 有奥一要不要接 看一下怎么想 要不要去接这个奥一 没有接 因为他知道即使接了奥一 也杀不死对手 还不如留这个奥一 去顶对方的友情戒 啊 没有命中 要被抓落地了 闪身躲开 一起压 一阶约又是命中了 直接选择奥一顶 你友情戒 那这样的话 这个血可以接在走的 继续接着砍 暴示伤害加成很高 两下 恭喜小远 恭喜小远 2比0拿下我们本场比赛的胜利 啊 Po3第一场打了一个2比0 哇 做定了四场的一位哥席位 那也是 恭喜小远 恭喜小远 也是再次恭喜小远 小包人这边也是很遗憾 拥了 小远 给你个人 再次 给你一个人 交换